其實評審也很糾結 一個是新生代非常出色的音樂人 大家很喜歡他直覺非常的敏銳 很有才華 但非常可惜就是因為 他遇上一個很具有時代代表性 30年來 秉持這樣子的熱忱 然後秉持這樣子的創作的能量 我覺得對於華語 放眼整個華語市場 的影響力 最終輸給了崔健 是 差多少票呢老師 我沒有記得那麼清楚 差一票 只差一票 一票之差 歌王的部分其實 黃軒 盧廣仲 崔健 還有求德 其實都有進入很激烈的討論 很激烈的討論 然後最後 其實到了第三輪吧 到了第三輪 最終 是崔健跟黃軒 大家再重新的投票 脫險 所以 衝破那個 終點線 奪標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的金曲歌王 是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評審也很糾結 一個是新生代非常出色的音樂人 是 大家很喜歡他 直覺非常的敏銳 很有才華 但非常可惜 就是因為 他遇上一個 很具有時代代表性 是 三十年來 秉持這樣子的熱忱 然後 秉持這樣子的創作的能量 我覺得對於華語 放眼整個華語視窗 的影響力 最終 輸給了崔健 是 差多少票呢 老師 我沒有記得那麼清楚 對 差一票 只差一票 一票之差 哇 你看他 你看他 慢慢慢慢的 哈嘍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嘍大家好 我是李博英 哈嘍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哈嘍大家好 我是一潔 哈嘍大家好 我是一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 看什麼看 你把他逃動 則不要 快點 放棄